几天前俄罗斯传出新冠疫苗研发成功的消息 并且普京的女儿亲自注射了这种疫苗 俄罗斯卫生部8月12号宣布 首款新冠疫苗已经正式注册 以准备进行确保疫苗安全性的第三阶段和最后阶段的临床测试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疫苗没有经过三期临床测试 甚至有人说他跳过了二期临床测试 俄罗斯卫生部计划于10月份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 重点是医务工作者和老年人 而卫生部长穆拉什科称 大规模接种的所有费用由国家买单 俄罗斯本国和国外的一些科学家 都对莫斯科在第三阶段测试之前 就对疫苗进行注册提出质疑 通常来讲第三期测试是最大的 要持续几个月 也要数千人的志愿者 但普京强调 疫苗经过了必要的实验 大家可以自愿接种疫苗 他还表示自己的一个女儿已经接种疫苗 但是过了两天 8月15号有消息说 普京的女儿在实验型的俄罗斯新冠疫苗中 遭受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并迅速在莫斯科去世 克里姆林宫尚未就其去世发表声明 俄罗斯内部人士说 注射疫苗的是普京的小女儿 卡特琳娜·迪克霍诺瓦 他在第二次注射后不久就出现了体温升高 然后发作了癫痫病 医生无法逆转疫苗的副作用 昨天晚上他被宣布死亡 俄罗斯的新冠疫苗被命名为斯普尼克5 这是俄罗斯人于1957年向太空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斯普尼克也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国际新闻台的名称 当然也有人对整件事持怀疑态度 因为这则新闻来自一个叫多伦多今日的新闻网站 有人指出这只是一个个人博客 并非加拿大官方媒体或真正的新闻媒体 目前这则消息还只有这一个来源 在中文媒体上 这则消息也只有品聪上有 而且是翻译自多伦多今日网站 但是品聪的文章标题顶部已经打上了标示 表示本主题已被移往水区 水区的内容不会在首页出现 看来这则消息很可能是加拿大网友的恶作剧 目前克里姆林宫方面没有任何回应 也没有对疫苗发布任何新的消息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